DTF的膠片 哈囉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又到了我來跟各位介紹新設備的時間囉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一款 紡織直噴機 它是一款APISON SC-F1030 這台它是紡織DTG 以及它可以一機兩用 還可以印製我們DTF的膠片喔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來使用我們的F1030來印製 那會搭載我們一升的平燙機 以及我們一升推出的自動前處理機喔 只要有這三款 我們就可以來完成我們的服飾啊 印製的過程 以及印製我們的膠片喔 那我們來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印製一下白色棉梯給各位看 我們會搭配APISON的專用軟體 Garvernator Creator 2 來使用它的軟體來印製喔 好那基本上呢 我們APISON的Garvernator Creator 2的這個軟體呢 它其實已經非常的簡易 基本上呢它已經幫你們設定好說 我如果要印製淺色衣服白色的話 我只要選擇淺色衣服的模式 或者是我想要印製黑色衣服 那我選黑色衣服的模式 再來呢如果我想要印膠片 我就選擇DTF膠片的模式 有沒有 它基本上呢都幫你設定好 我只要選擇好我的模式 將我的圖檔 不管是PNG檔、JPG檔 丟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印刷了 首先呢我們先將我們的上蓋打開 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壓衣服的衣板 那我們先把金屬邊框 拿起來放旁邊 好 那可以看到這邊 是不是我們印製的位置 衣服呢在印製之前呢 我建議呢可以先用平燙機去做熱壓喔 這樣比較平整 會比較平順喔 那放進去之後呢 各位一定問說怎麼去做對位 各位看到APISON很貼心 有沒有 有看到一個我們有一個伸縮的衣板 可以讓我們對位領口 這裡有中間線 我們基本上對進去 那確認我們位置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 就幫我們的金屬衣板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APISON還有一個 專用的 讓我們順平我們的衣服 確認完之後呢 上蓋 蓋起來 那再用我們軟體發送 給它就可以來做列印囉 好我們按發送之後呢 各位看到我們這邊 有沒有它整個吸墨座會自動打開 這邊呢其實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蓋起來 是因為它有保護裝置 保護我們的吸墨座啊 或者是我們清潔噴頭的部分喔 再來 各位看到我們這個衣板 它在印製的過程中 它其實是有自動偵測的功能 它基本上它是噴頭不動 我們的底板會自動做升降 保護我噴頭去撞傷的損害喔 它基本上都是使用雙向來做列印喔 細緻度也非常的夠 好已經開始印刷了喔 好如果我們把蓋子打開 基本上它是不能去做列印的喔 一定要把蓋子蓋起來 它才可以繼續去做列印操作使用喔 好基本上呢 我重新蓋下去之後 它重新復原 那基本上為什麼要設計成封閉式呢 第一可以減少我們的粉塵啊 或者是我們空氣中的一些有物體掉落 它會比較容易撞到 那基本上我們這樣子直接做印刷 你看喔 我重新蓋起來 它印的位置也是非常準確 也不會跑偏的問題 那它印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基本上大概不用一分鐘 它就可以印完白色衣服囉 好那基本上呢 印製完成啊 我們必須要經過熱轉印機 加熱之後讓我們的顏色 吃進去我們布料裡 才會固化喔 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設定好電動平衡機的溫度 以及秒數 那印刷完成的時候呢 我們都不要用手去做撫摸的動作 我們蓋上我們的桃子 蓋上去 那推進去 使用我們電動平衡機加熱 它是自動的 自動下壓 加熱倒數完畢之後呢 基本上這件衣服就可以下水洗了喔 有沒有可以看到 我們印完之後呢 它會自動升降 那我們將抽屜拉出 烤組拿下來 那基本上呢 白色棉梯已經製作完成了喔 那基本上呢 使用我們的紡織DTG呢 印製的衣服呢 它會一樣非常的透氣喔 保留原本的纖維 有沒有 它印的過程有沒有 非常的透氣